那我觉得这一手半图是非常明显的在王兔上面的赛车做的针对啊 尤其是临风阵 那对于这个用车的话 可以打得太多遍了 一路向前 急风机场 其实你说这些图吧 不算难 但是你如果分析RW之前的搬呢 也搬过 但是非常少 你就感觉这张图好像对他们来讲难度并不是唯一的考量重点 应该是跟赛车是有关系的 是的肯定有一定的关系 而且首图的话熔练车间 这张图可风之前也说过 非常想要打破它的一张纪录啊 而它在拿到苍瑞或者说机甲都有不错的表现 是的 面对到曾经的车间王 车间主任 狮子 狮子 车间主任 那感觉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嗯 就是刚出这图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东方嘛 对 跑得真的很快 你要说前几个版本的话 可能它是零号实验场的主任 嗯 来了 可风能看得出来啊这张图上目前开机甲的记录确实是四名选手里边最快的那一个 嗯 而且也是毕竟在绑记录的嘛 没错 开机车 手感可能会不一样 成绩可能会没有那么快 但是能不能够拿到一分 这个十一分还是很关键的 看起步 双侧过来都还有喷 紧接着这里没有选择的弹射而正好影响到了乐乐的路线 是的 这就是拖了 实战上面啊乐乐也是想要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常规的路线 但是狮子的这一手起步直接拉开了和乐乐之间这么远的距离 开机起步 劣势还是很大的 这边RW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双铃跑 是的 弹射可风没有失误 而后面看一下乐乐也是正常行驶 单单骑过来 哇 出完上墙之后 紧接着可风顶到了狮子 完成了反超 这样的话悟空其实第一拳是没有受到太过干扰的 这个弹射没弹出来啊 又被狮子反超了 在两人不停的卡位 而下个乐乐路线又歪掉了 这一歪直接来到了5秒的差距 一个ECU看过来 哇 感觉 今天的熔练车间这分可能要收不住了 是的 这里车压过来 WCWW 悟空已经来了最后的断空飘 河飞过来没有问题 1分20秒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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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最后又磕了一下6秒 哇 这一局熔练车间翻车了呀呀 这个手图保定的是大家的稳定性 其实这张图你要单说 已经在地图实力很久了啊 用来稳分的图 嗯想想在上个赛季是用来稳分的 到了这个赛季大家打同车变成了这个结局的话 稳定性还需要提高啊 这张图好像又是5分呢 哇 因为前边可风是赢了狮子的 嗯 是领先了1分的嘛 对 5分还是6分啊 一会看一下 这后边出现的失误是有点多了 19 13 6分 这一局熔练车间让EDGK 真的挺难受的 最重要的是乐乐在第二圈的那个大失误啊 嗯 第一圈你说还可以接受 但是到了第二圈就 个人的失误啊 没有对抗 对啊 就是个人的失误导致了这局比赛 还可以拿到了4分 这里有点是 在入完之前被顶了一下 狮子是选择了非常保守的这个对抗路线的 嗯 这里狮子被顶开没有问题 但是同样的点乐乐在后面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也出现了失误 所以说导致它的分数迅速被拉开了 临风阵 看一下用车 嗯 冰破是可以拿的 冰破加天形啊 那这边还是有一定的 置换啊 因为在 王图上面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凌风阵和金花冬梦 在班图上面 明游天府 疾风机场同时上到了班位 那意味着天形者就可以在凌风阵去使用 同样省下的一辆冰破 在一块也能够 打出不同的结果啊 打哪张图呢 他肯定不能打金花冬梦吧 他不可能打金花冬梦 金花冬梦 要拿鸡鸡 金花冬梦的话一定是拿序列未来的 所以就是可以留一手码 锁定对手的图持 反正第一张图赢的分也够多 是 起步的话 ETGK现在是一个双铃跑 狮子的直接捏到反叉路路后 再放了一次U上来 狮子是先放了 悟空先留一个啊 在后面再去使用 前边先跟他们形成对抗 乐乐两个ECU 这边狮子自主上墙 那这个距离又要被拉开了 是的 本来在这里就有可能被冰破给拉开 但是自己的先上墙 确实这个事物有点大 是的 我帮这边又反超了乐乐 后边的话 其实对RW的队员来讲 应该形成不了太多的威胁了 但是ETGK的两个人也要规避一下自己对内的对抗 这个距离两个人只要不去抢路线 不要内卡外或者外卡内就可以了 刚才就很明显有点挤 这边乐乐路线还得找 一个ECU调整过来之后 可风选择了走外侧的 给了乐乐这个路线上的 因为乐乐内线贴得非常好 还好没跳秒 但是最后的话狮子是2.08秒 最后一个弯感觉点飘过来 又是把可风给顶出去了 这个凌风阵打得很好 也是把冰破这辆赛车的优势给发挥出来了 同样也是狮子的在第一圈的个人失误导致了这局比赛 慢慢的把比赛节奏拉开了 其实他不失误的话呢 想要一直跟紧也有点难 真的难 但只不过就是因为他失误导致 早早就没有办法形成对抗 下一局比赛金华多梦 就是曾经的EDGK的话 看到这张图呢真的太舒适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他们曾经的王图呀 旧梦比较凌晨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 可风加乐乐 21 17 哇 4分 可以 现在只有2分了 是的 这样图起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啊 但是也确实是让车的结果导致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以去实行的 毕竟EDGK在第一局熔练车间就已经是这样的劣势下 选择了这个王图 而且拿出了冰魄把分给补回来了就可以了 是 其实当RW搬掉极风机场的时候 我就考虑过有没有可能在凌峰镇他们要使用到天形 但是我不太理解他们把冰魄留下来放在哪 你说放在后面加赛吗 加赛里边确实冰魄的作用性价比是极高的 但是有这个必要吗 我觉得它会留在对方选图的时候 你会规避掉的一些图 那冰魄我一直不拿 你就不敢去选择那些让冰魄跑得很舒适的图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冰魄留着用来吓唬你 对 我直接拿出来抢分 那个更重要一些 在第一局打完的情况下 我觉得后者更占优势 对吧 长远一点 对长远一点嘛 因为有这个分数上的优势 只是没想到这一局凌峰镇的表现 EDGK打得太好了 是的 分数赢的比较多 来看一下金花童梦吧 进步双锁过来 现在是可风再低 这边是一个CW啊 小分界加之前的问题 距离在直线上被拉开了接近一秒 这两个弹射乐乐全都没有弹出来 而且这一段路1.4秒的差距 可风又跟在了RW两个人的身后 蹭了一下墙有一点小的失速 在这个直线上其实还挺明显的 跟RW又拉开了 现在距离狮子0.5 这里ECU可风直角上墙 但是更伤的是狮子复位 是 狮子这边跳了 又掉下去了吗 这个距离5.6秒 狮子哥这一把挖了个大的呀 哇 这金花童梦 原梦了呀 这是想要用冰破了呀 是的 想用冰破了 强行打冰破 前面5扣有限距离 把影子也跑出来了 路线很好啊 刚才很极限 领先了0.3秒 后边保持住的话是能够破的 ECU的路线别歪 这里撑离跳上来 领先其他所有的同场对手 非常软啊 而且狮子6.9秒 最后悟空完成 冲夜1分35秒82 刷新了这张赛道的记录 而第二名2.68 6.76 我的天 还好吧 因为悟空赢了这么多 所以说显得分数 并不是那么的吃亏 RW王图守恒定律又出现了 刚才刚说 他们这个1-4啊 哎呀 两个人得分的不会很差 对吧 不会说一个11分 另一个很低 我收回 这一下打的 石子哥今天这两局 很明显不在状态啊 想玩冰破了 确实这个金花冬崩在那里 复位真的太伤了 要知道你是 这个序列未来啊 你ECU正强着呢 为什么序列未来这张土壤快 就是因为有那个ECU点 是啊 开了ECU之后后边就弄了 直接造成点心 转就完事了 对 像的话 EDGK在前三局目前来说 这个比赛的分数还是稳定住了的 嗯 没有说因为第一局的熔炼车间导致自己后半段可能会出现大分叉的情况 还得看看到底这三张图打下来之后谁领先呢 嗯 本来第一张图打完之后 我们说RW后边的领先优势应该会越来越大 嗯 结果越大越小 被反超 对 但如果真被反超的话 接下来就绝对要上冰破的 这个冰破必须得打 因为他们知道要珍惜好自己每一次选赌拳 全都想到 其实你说这几张图难吗 不难 一张比一张简单 是 主要就是在那个点失误其实在联赛场上面是非常少见的 呃 我能数得过来的可能就一开始的风仔 嗯 风仔在那儿调过 就相同的点风仔调过 其他人我都没什么意想 非常少非常少 尤其是在上个赛季 在进化东宫加入到我们图池之后 大家的这个完成度都是非常高的 你说一开始拿冰破大 嗯 嗯 本身那儿就不是一个失误点 对 基本没有冰破大是掉的 拿了徐勒未来打之后 开始有人掉了 但也很少 来 新记录 不管这局的得分怎么样啊 还是要恭喜悟空 在进化东宫上打破了这张图的记录 这张图也是保持了很久了 逆星的记录图 看一下具体是多少天 174天 半年的时间啊 没错 原记录是1分36秒14 现在是1分35秒82 悟空今天的状态还是在线的 是 15分和 反倒赢了一分 这就有点离谱了啊 对 确实前边领先的优势太大了 那这样的话对RW还好 嗯 分数保持住了 那看起来没有什么玩冰破的机会 是的 这边按反了 开了一周之后 操作失误了 反侧 哦 这里是太靠左侧了 再往右转已经来不及去调整了 后面这里是撞墙 撞停了 我相信他这个路段也没有怎么去跑过 就是当时已经很明显 狮子再往回拉刹头拉不回来了 嗯 霍比特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 哦 RWK RW是直接拿出了孙悟空啊 我以为EDGK也会是孙悟空 别急 EDGK在下一张赛道的选择 90%会是0号试验场 哦 0号 然后留意量的机甲 再打克龙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觉得克龙优势大一些吧 因为0号可风刷了记录的 嗯 这是他们之前的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战术体系 都有道理 来看一下本局起步 这第二下被卡到了 没喷 那这边还有悟空 跟紧卡位就可以了 前面狮子出失误了 被反昌 然后紧接又蹭了下墙 这个ECU 狮子也没有机会啊 狮子哥今天失误的好大呀 后独边还在哭气 出现了 1423 永恒的定律吗 这是 多一个ECU的情况下 看狮子怎么后追吧 前面乐乐有失误 是个机会 这个弹射没得太好 直接上强中可风的这个失误 也有点离谱了 现在这段路已经直线反超 这里是孙悟空的一个强制点 洛力过来之后 现在的这个距离都缩在了2.2左右 乐乐交了一个ECU 直接反超到了第二 但是这个弹射的路线 狮子也更完美 十四还剩一个ECU 怎么办 这一局打到后面感觉全部都完全跟不上悟空的节奏啊 这张图阿康的记录是311 我记得 嗯 它只差0.0几 0.04 1分09秒35 那现在真的该拿出这个零号 让可风再尝试一下了 或者说 你想要去打一个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的 像你说的科隆 落后的情况下主动让车 只为了在下一张图进行赛车的反打 是 这事儿 不一定转 是不一定转 你如果单看这两张图的话 可能 EDGK选择一张收益更高的 马基亚打出来会转 但是无疑当中也把比赛的进程又向后推了 对的 对吧 他每一张图其实都在往着第七张图去行进的 大家不要忘了这件事情 这局是19 9分了 还有三局 两辆机甲 两辆孙悟空 对 他有两辆机甲 还有原级嘛 原级和孙悟空 你看狮子这一个被刮蹭过来 车身就完全张折了 被推着走 又上墙 我的天 今天 对于可风来讲 感觉就不能有任何对抗 今天他跟乐乐两个人之间的配合 其实是有点离谱的 毫无配合 对 就是EDGK这支队伍 我虽然解释的少 但是我也看了 之前的比赛其实都不会像今天这样离谱 这两个人很明显 沟通少了 就是打的打起来的时候会更注重于自己的路线 对 因为这样的话 两个人缠斗在一起 而且本来就是双双落后 你的分数只会越来越远 对的 选择到是眼光王城 难道也能 也能把这个 孙悟空给打出来 但是可以打 另一边来说 冰魄可以用啊 冰魄加新黄 这手选择很保守 而且也是 很优解 对 就啥车我都不跟你用完 要看这一局 EDGK的孙悟空在这张图 更多的是给到乐乐 让他来跑 因为这张图 他之前跑得很快 虽然说现在的这个成绩的话 在绑一方二七 但这张图 之前也是作为收官图嘛 EDGK在最后一局选出来 给乐乐创造一些机会 但是没能跑好 有点可惜 看一下这局 点了孙悟空 说实话 这局就纯是EDGK两个人的秀 可风起步 没出来 之前的问题 就一定要规避掉 好吧 起步的话 孙悟空 稍快一些 意思又交出来 接下来加速带 其实可以成反超了 果然 恶在前 可风在后 这个弹射 这一个大拨飘 狮子也上来了 虽然有优势 但是狮子 就可以去找路线了 还好 可风防守 路的第一次进攻 是的 落地往左抗 过来之后 这一个弹射 RW 这一个状因为 把锅托 因为 这三个第一次进攻 就是 超过来之后 他是不是 忍不住 没关系 这四个人 2.6秒的时间差 可峰最后1分26秒拿下了比赛 而最后悟空跳秒 乐乐2.6 投票太多了 这一个阎光王城 双孙悟空没能够跑出来 有点太可惜了 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孙悟空的机会 就是加速带的强势路段 是他们每一圈的机会 但是那也是仅有的他们追上来的可能 就是这个弹射失误的次数太多了 每次一上来 一个失误 回去了 然后或者说后边的人在加速带 长加速带上来之后 前边形成对抗的弹射 就没对方过 这本来以为可能这张图能够把这个分数给 追个2到3分吧 但是这局打完之后看一下 ETGK是拿到了19和19同分啊 这和刚才两辆孙悟空创下的分数可差的有点大了 是的 然后图呢过了两张 对吧 后边还剩两张了 而且赛车也没有占到优势 是 你要真说优势的话呢 还有一个天行者 要不要尝试打一下决战 雪山之巅 这种用法其实算起来就不太赚了 因为对手始终没有拿弱车 你看之前JCR那场比赛的话是他们明显拿了好车对手拿弱车 然后所以说他们在后边有着一些反打的机会 就直接顶过来了 但今天是属于ETGK本身作为落后方 然后他们选图他们还拿弱车 然后为了在后边去反打强车 这个事情其实只会让RW把自己的领先优势越来越扩大化 对的而且就是你在打完第一张图之后看到了两辆孙悟空的差距 来到第二局云光王城打成了评分 那我觉得这个分数的置换 包括说赛车的置换就更不可能接受了 对 虽然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可以去实行的 但是要知道你拿出孙悟空之后的稳定性和极限性是什么样的 所以ETGK在这局比赛上面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依次为此 分数上面会有一定的差距 因为其实RW前期的几张图是很罕见的狮子一抵耳状态都没有 那分差都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 就甚至我觉得今天比赛打完之后如果算一下均分 它都有可能跌到19以下 对吧 然后两个人加一起的分数是绝对要低于19了 所以现在要看一下接下来这张图ETGK是想要怎么去追 就是你这个时候如果再不上南图 七局之内基本没什么希望 是的 因为两张图9分 减去加赛的3分你要追6分 你得上点难度 你得上点难度 看一下 十一成 这个是把自己给难到了 哎呀 这机甲你用不用 而且狮子是直接拿出了机甲 对 今天RW就是我本身手里有优势 啊 除了凌风阵的一张图以外 剩下的图 我都有什么拿什么 但是我不拿完 啊 刚才星黄用一辆 冰铺用一辆 这张图 原机之星也用一辆 哇 这一个选车 ETGK有点窒息的 对 我只要RW保证了每张图 我都有一个人能够跟住你 把这个分数不被快速拉大就行了 而对于EDGK来说 他们依然选择了这张图上使用到双烂波基尼 那接下来一张图的话 他必须要把原机甲打回来 但是对手还有一辆 对 看开局 狮子直接先冲出来了 这个ECU瞬间拉开距离 那EDGK真的很难跟上这辆机甲呀 讲道理 这个直线速度就有点夸张了 这对于朗普吉尼来说 小后追有点难 看一下EDGK 这局是2-3 又变成了1-4 这个真的是说不上来啊 影子 第一圈跑一半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直接0.5 直接0.5 后边悟空已经被拉到了2.0了 是的 毕竟是机甲嘛 对 这局狮子跑得越快 悟空的分数越低 但不对 后边可能有失误 两个人 哎 乐乐就是直接转上去了 直角 自己上墙啊 这是在看小地图 悟空跑得到底有多远吗 现在 已经领先公仔的记录1.6秒了 我的妈呀 这乐乐直接4.8秒 真正好 哎呀 这个很难很难去跟大家输入此时刻的这种心情 这个11成 0.5 后边的最后一个劲道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是11成 最美的距离 1分48秒38 1分48秒38 4秒进拿5分 这个悲喜相差的太多了 拿什么来拯救这一局比赛呢 真的这一局就是冰火养冲天 一边市的状态火热 领先记录半秒以上 对吧 因为很久没有人拿机甲炮这张图了 是啊 现在应该所有记录榜上全都是蓝波吉尼 都是蓝波吉尼 本身选途就落后 就已经是盖上一层霜了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 又出现了非常不应该出现的一些 很难去描述的失误 就是冰雹了 对 雪上加霜这个真的是有点重 这一局打完真的 有点难崩啊 好 两辆原机 看一看EDGK想怎么来打了 红杨今天RW一人一张记录 这个记录短时间也不太好破了 真的会有人在现阶段 十一城在选出来拿机甲吗 没怎么办 对 那Solo里面都不会有人拿机甲炮这张图的 是啊 这张图风采保持了166天 蓝波吉尼1分49秒04 最后 狮子驾驶者机甲1分48秒38 打破了这个记录 其实来到赛季的中后半段啊 已经很少能看到 机甲破A车的记录了 因为有些图要么就是赛季初 就已经确定了用机甲 有些图要么就一直打到最后 大家都统一不拿机甲 但是 这一手 就真的很少见 一直都是蓝波吉尼 对 那像什么 就是像之前 耳子哥 最后一五 今天有宝是吗 对 哇 他那最后一五拿了个 呃原集 去打A车的图 打到现在好像还在绑吗 是的 对了这里是直接自己硬转啊 太相信自己的路线了 对 飞越神舟 开始追忆 说实话 这图我都觉得不够长 但是也没啥怎么打 可以打 尝试一下嘛 毕竟双机甲在这张图上面 如果你发挥的好的话 还是能追的 当然记录也有可能可以破 就是超级路去了 我觉得 嗯 你看明明 二三四 但第一现在不是他 东方 哎 有的时候真的再绑级路不用多 嗯 我是那个第一就行了 是的 这一次的话狮子也是拿出了战药双生啊 哎 别无他选 看一下本局比赛的起步 好 二十二连侧 可风第二侧没喷 但是在前边现在是一辆A车 被反超是注定的 是的 这里弹射过来之后WCW喷 再做氮气延续 现在 狮子和悟空两个人跟得很近 乐乐目前处于一十万块的零跑 直接抢电弯 交易CU 反超了 不过这段路又能够再反超过来 但是前边狮子跑得这么稳到吗 哎 被夹在了中间 哎 速度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三辆车不讲理 直接反超 再对抗 太棒了 但是现在旁边是悟空 要注意一下 乐乐选择了一个不太平常的路线 是的 再交易CU 施泽还在第二屏 快的呀 施泽哥 前半程 哎呦 这上来了 但是后面乐乐不太乐呀 这变成了哭哭啊 这局比赛没了呀 乐不起来 哎呀 1分15秒07 但是这个 这个成绩 确实不是很快 对 拿下了比赛而乐乐 1分19秒 狮子战药双生 跟了个第二名 你就想 施泽哥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前半程 全程八程睡觉 战药双生 战至最后 对啊 后完成 欣欣然张开了眼 然后就瞪得像同龄 这一局 这个飞跃神舟 飞不过去了 这个坎儿真的难受啊 赢了比赛 但是 这一局 乐乐 最后的那个 落下去了 真的难受 悟空都差点掉下去 但他能给兜回来 但这样的话 也行 7局 4个人全冲下了 悟空70分 狮子 就后边打这么好 59 没办法 前面的坑太大了 对 金华冬梦 这里他把氮气消掉了